医师更提醒,隔夜菜重复加热,可能产生亚硝酸胺,恐有致癌风险。 医师更提醒,隔夜菜重复加热,可能产生亚硝酸胺,恐有致癌风险。 医师,剩菜重复加热恐致癌。2018年11月6日。 许多母亲勤俭习惯,平日有剪菜尾的习惯,剩饭菜进了肚子里,不自觉摄取过多的热量,不止变胖,还招来糖尿等疾病。医师更提醒,隔夜菜重复加热,可能产生亚硝酸胺,恐有致癌风险。 许多妇女勤俭习家,家里的剩饭菜舍不得丢,全吃到肚子里,结果体重不断上升。 台湾一名到医院求诊的锦额妈妈,平常在家就专门负责剪菜尾,常年累月下来,已到病态型肥胖的程度,还被医师检查已患脂肪肝及糖尿病,最后接受减重手术,减了27斤,才回复清零身影。 先体健康中心主任宋天舟表示,妈妈们平时劳心劳力,回家还尝减剩菜饭,热量摄取超标的结果,使基础代谢率下降,导致脂肪囤积引发肥胖。 值得注意的是,剪菜尾虽然节俭,但隔夜菜经过重复加热,很可能产生亚硝酸胺,严重的恐怕致癌。 若妈妈们平时压力过大,身心灵也会恶性交互影响,引发暴食症,忧郁,尿毒症,睡眠呼吸中止症,心血管疾病及代谢疾病等。 根据医学统计,肥胖者平均死亡率比体重标准的人多出两倍以上的风险,当BMI,身体质量指数量,超过35,就属病态性肥胖,使慢性疾病,心血管疾病和第二型糖尿病高危险群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